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相中我們講的幾個重點 你記得嗎 我們上次主要講什麼是預言 請問什麼是預言呢 講一講不就用了 有 找认真的同学来回答 没有人都要想比较到前面还有 最后一张 有吗?有没有在上高的 你的预言 主要需要包括两个要素 是哪两个要素呢? 这是那个预言文学的最基本的要素嘛 所以我上次也有强调 就如果你到期末 我们不是要创作一篇预言嘛 所以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去思考 你的预言到底要讲达的是什么含义 所以像前几天不是那个台中市的小六男朋友非常红吗? 对吧? 就是他们就是在公车上跟老人家有一些冲突 那其实这个故事的背后 就是为什么会引起社会的一些讨论 其实那就是大家觉得那背后有一个什么议题嘛? 不管是功能心的问题 或者说是教育的问题 那其实你就可以从社会上发现的一些事情 或是你去把它翻阅 就是分析它最后的那个含义所在 或是那个议题所在 那接着你从那个预意的部分 就可以去设计一个 或是去创作一个你自己的一个预言故事吧 就是你平常就可以开始思考 免得如果你到了期末的时候 其实你要在一两天之内把预言写出来 是十分困难的 就是建议你 那我们之后也会开始讲一些预言的文本 上周的 对我们先讲上周的 所以我们之后会讲一些预言的文本 所以你也可以在预言文本里面找到某一些的 预言的那个最终的那个预意 就是 所以那个预意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你的预言创作最重要的 还是预意 预意好的话 其实你那个预言上要读起来 就很有感觉啦 到时候分享你们前几届的 学章节写的预言故事 有的写的还真的挺不错的 好 那 诶 讲一言之下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上周的 我们在第二页的 背面的地方 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 外国的预言名著嘛 就是预言名著之前啊 对吧 对吧 啊 那我们发一下今天讲一言 好啦 诶 这个 上面 上面 有没有发现小达听不见咯 对吧 因为上一刻有表现太过模糊 所以就被太多了 不要拿去试博会了 所以让他请假去试博 怎么好 我们也很想去试博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上周的 对吧 上次我们也有介绍一下预言 世界预言的三个发源地 是哪三个地方呢 一个是中国吧 然后一个就是希腊 欧洲文明的起源 那另外一个就是佛教的那个印度 我们今天就是接着介绍一下你们印度跟希腊的部分 诶 伊索预言 上次有人是唱过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讲一下印度的预言 那因为我们课程基本上是本国语文 所以我们还是以本国的预言为主 那前面的话就是介绍一下 那个其他文明的那个预言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刚刚发的讲义的第一页的中间那边 有一个那个五印度预言的体系 那就是印度预言里面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那个佛本身故事 然后一个是五卷书 然后另外比较有名 对中国来说比较有名 就是那个百律经 就是我们第二周讲义里面 印度后面列的这几个 对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那个讲义的部分 今天讲义那边 第一个那个佛本身故事 他讲的是释迦牟尼转生的一个故事 对那他讲那个佛陀不断转生 所以那个故事本身叫佛转生故事 对那那个其实他们透过那个佛陀不断的 每一次每一次的那个转生 然后去寓意了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寓言 对不是他用你的那个 很多佛教 或是佛家都在讲的 对吗 不是你跟说佛陀有一事 就是他转世完了以后 然后我是自愿让那个老虎吃掉的 这故事应该很有名 对吧 就是他看到虎老虎 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虎老虎 追生了一些小老虎 然后他没有跟他找到食物吃 然后那些小老虎就没有奶水可以喝 于是他就舍生给老虎吃 这个图很容易啊 很多那个寺院里面 或是那个食科里面都会有 所以他就是寺院那只老虎把他吃掉 然后那老虎 我老虎有东西吃了以后 就可以养活那几只小老虎 所以他这一次就死掉了 对吧 然后就再转身为下一次 所以他这一次就成就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对佛教来说就是他反映了就是佛教议理里面的某一个层面 就是舍生救人之类的 好 那那个佛本 佛本身故事 基本上他就是透过不断的一个转身 然后来写 所以他用写了547折的故事 就是他突然那个转世轮回的过程中 然后每一世都有一些 发生了一些 类似御年的故事 然后他主要是用来传达那个佛教的 就是佛法的部分 这是佛本身故事的一个内容 然后另外一个 比较有名的是那个五卷书 五卷书又称为五叶书啦 这是那个公元一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时候 在那个印度流传的 那他全部就是分成了五卷 然后他的五卷是去探讨五个议题啦 就是通过那五卷 然后去讲了五个人跟人世间的问题 对那五卷里面一共有九十折故事 那他主要是以人跟动物为主 对那下面我们有列了一下那个五卷是哪五卷 第一个是那个在第二段那边 今天发的奖励的第二段 第一个是绝交篇 就讨论那个朋友绝交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讨论那个朋友 就是交朋友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他通过了两只动物 就是乌鸦跟光头鹰的对话 然后他们就是在一起 就是生活在森林里 然后发生了很多事 那通过他们两个的对话 把那个绿远故事讲出来这样子 然后第四篇讲的是那个 失而复得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部分 也有比较连结到那个 他们的传统宗教里面去的 就是跟佛教的思想的一些观点 就是失而复得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 最后一个是讲一个冲动的部分 就是不失而起 就是讲一些比较冲动 然后没有思考过 就去做了一些 寓言故事这样子 好 然后讲完了 太空半了 就举下这个第一篇的第一则故事 在后面有 其实他第一天用那个 狮子跟公牛当作主角 然后让狮子跟公牛变成好朋友 这个其实很常见 像那个 之前不是有那个 狼与羊的动画吗 其实就是同样的寓意 就是狮子跟公牛 是不可能变成好朋友的 可是故事也让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然后所以那个公牛的那边的人 就说 你不可以跟狮子做好朋友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不能合在一起的 对 然后他就不相信嘛 所以就变好朋友 那后来狮子就觉得很饿啊 就看到了牛排 对吧 就把它吃掉了 故事就结束了 其实这种故事很常见啦 那其实他最后 摆定了什么寓意 就如果就这样简单的故事的话 同学可以在里面看到什么寓意呢 寓意不是很明白吗 杨学的同学 有吗 或是不要说 或是不要说 刚刚那个 午夜书的 我们用那个男语啊 不是也很清楚吗 对吧 他们两个变成好朋友 为什么他们不能变成好朋友 蛤 好 我们从第一号开始问 好了 不要问一下 那个万珍同学 万珍同学 哎 如何如何 就这个故事里面 看到了什么样的寓意啦 因为我今天的重点是如何去看寓言故事嘛 寓言故事其实都很简单 那你怎么看出那个 内容 晚珍同学 哎 不要亲密相信 不要亲密相信别人 还有呢还有呢 那晚珍同学的同学呢 就是旁边笑得很开心的那一位 那位女同学啊 那位女同学啊 那女同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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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故事 你们可以解读出什么样的寓意 有问三个同学吗 嗯 就你们三位啦 如何如何 有啊 故事同学看完了吗 故事有点讲完吗 好啦 那江泉同学 有没有想到啊 哇 哇 哇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你要解读 那个寓言故事的寓意 有没有 其实你最重要的是 从他的故事里面去看嘛 对吧 所以这个故事 可以讲羊跟狼 变成好朋友 或是狮子跟公牛 要变成好朋友嘛 这是一个重点嘛 接着你要解读 通常案里面都会出现一些人 或是一些对话 其实关键就在对话里面嘛 就是当那个 狼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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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的时候 狼这边的家长啊 朋友都很高兴地支持吗 没有嘛 他们反对嘛 所以重点就在于 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那为什么 他们这边的朋友 要反对 就比如说你要交一个男朋友 或交个女朋友 而且如果你的家长都反对 所以关键在哪里 就是他为什么反对 你解决了反对的理由 你就可以教我好不好 那为什么要反对 那为什么要反对 你解决了 我们换个系 传音系的温奇同学 为什么要反对 为什么要反对 因为他本身会危险 他本身会危险 他本身会危险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要 他要成熟的地方是 他要天敌 天敌嘛 哦 他们是天敌哦 OK啦 可以这么说 基本上这两种的本质 是不一样的嘛 对吧 他是肉食性动物 他是他的肉 他是吃草的嘛 所以就是 基本上如果你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你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你把它放在一起 最终就会老是悲惧的结果嘛 所以 他这个是放在那个 教朋友上面 所以其实他最后要 寓意 就是要大家看了 这个故事以后 就我们那个 我们页书 五卷书里面 讲狮子跟公牛 最后为什么 他们不能够当朋友 因为他们天生的本质 本性是不一样的啦 所以 他要表达的是说 如果你要教我朋友 对吧 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一个 代国名利 以艺术创作为 制业的艺术家 结果你要去教一个 就是以名利 老校为主的一个女朋友 或男生友 他直接想的就是 怎么赚钱 怎么要赚很多钱 然后怎么样 构成营救 那你们两个本质 就是生命的境界是不一样 你把它放在一起 那到时候 你们一定会有很多冲突嘛 最后要不是你的钱 便要贴挂 不然就是你的艺术品 便要贴挂 不然就是你的艺术品 便要贴挂 对吧 因为你赛也不能够 帮他工程离救啦 这是一定的啊 所以你的家长 为什么摆对 对吧 所以通常我们 不愿是这个角色啦 通常艺术家 是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贝采推的角色 对吧 就是你的男朋友 或你帮你带回家以后 他就是 他是艺术家 应该很困困吧 以后会生活不好 然后后果不问 然后你不知道哪一天 才会成功 有之内的 所以我们就要很庆幸 之前不是有那个 李安导演吗 都知道有李安导演吗 他在还没有成功之前 他有八年的时间是失业的啊 他八年失业在家里 他太太养他 对吧 但他太太非常的 就是退从他 他觉得 他先生一定 最有才华啦 太太看到了他先生的才华 所以他用了八年的时间 就是不断的去思考 就是要表达 创作他的那个电影 那后来就成名了之后 对吧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非常信心 有前面的例子 你就可以跟你的那个 对方家长说 你知道李安导演的故事吗 对吧 就是李安导演 花八年 我只要花四年 就可以用钱五九了 之类的 我真的太空白了 大概还是又会反对吧 好 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 所以他表达的是 如果是本质上的不同 你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最终是会造成悲剧的一个结果 所以他把它放在那个 那个绝交篇里面 就是狮子跟公牛 最终是会用绝交 最终会决念的方式来收场的 好 那这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这个故事 中间用放进去的 一个柴狼的破坏 就是柴狼在当中做一些 就是 可以说坏话的一个动作 然后让他们两个 最终就是因为误会而失败 这样子 好 这个是你的五卷书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一个那儿 内容 本质 这个是一篇 好 好 一个 好 来